抗议报道不公 抗议辩论不公 那今天我们来到东广集团的龙头华视 那么来这里表达 那么根据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 那么以及这个选拔法相关的规定 那么对于竞选 那么民主竞选 那么应该要公平报道 那么也必须要公平邀及辩论 那么这个是选拔法 那么第49条明文规定 48条明文规定的一个条文 那这个条文宣示 那么对于有关选举的报道 必须要公平对待 选举的辩论候选人的邀请 都必须要公平对待 那这个法规适用的对象 并不限于政府出资 国家出资的公广集团而已 是包含所有的电视媒体 不管是商业电视台 通通一律试用 那么违反这一条规定 选拔法第110条 那么也有处法的规定 就是最少处20万以上的法员 到这个200万 所以这个是有处罚的规定 那么不只是违反的处罚 同时它也是有刑者的 那么刑法选拔法104条 那么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么这个也是有刑者的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国际的案例 国际的案例 那么在华国总统的选举 华国总统的选举 所有的候选人 所有的候选人 通通要邀请 所以我们看华国总统选举 是两轮制的 那么他的所有候选人 那么一定都会全部邀请 让他们有公平表示意见 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主张 向全国人民来表示 那么这个是涉及到 民主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 选民之的权利 公民之的权利 人民能够了解所有候选人 他的主张 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务 那么这些候选人到底有没有什么 提出什么方法有没有关心到 所以官是这样的程序 就是一个民族社会进步 非常重要的程序 所以我们今天 来到华士公网集团这里 其实是要建立一个 对整个台湾社会 透过民主选举进步的一个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让所有的候选人都能够公开的 把他们的政见 把他们的关注的公共事务 以及他们的解决方法 那么提出来讨论 那么这些呢 都是促成整个社会进步 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 光是这些议题的提出 都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追求的 不是一个个人的得失问题 而是整个国家社会民主制度 建前的建过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想这里我们也非常高兴 在上一次NCC 我们去抗议之后 那么华士也曾经透过某一些表示说 要来访问我到底为什么被这个刻意排除 那么刻意不邀请辩论的心路历程 听到实在是很难 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 这是错的 这个是为整个民主制度建构 让我们更多市民 更多的弱势团体 更多没有办法发生的人 透过一个民主平台 那么让他们的议题 有关注的候选人 就可以把他们的议题能够提出来 那么我们在像NCC 提出了这些抗议之后 那么NCC的答复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样 NCC的答复第一点 他说他们不会干预任何电视台的相关的作业 那么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27条 那么过去那么NCC透过这一条已经处啊 非常多的电视台 那么电视台的报导 违反法律的规定 违反法律强制限制的规定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选报法 48条 这个就是公平邀请 公平报导 那就是法律强制的规定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那么NCC有这个法定的义务 有法定的义务行使他的职权 结果NCC还在装税 NCC还在装税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回答NCC还在装税的情况 你就是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去处罚 过去的中天以及很多电视台也有类似的受到处罚 甚至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 那让这个频道不能够续约 那么这个都是很明显的 那么NCC还讲了一个更荒妙的是 他说呢 因为还没有到正式选举活动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受约束 那各位想想看 抓贿选有只有限制在这个进选活动期间 才算是有汇选吗 那么汇选的条款 那么不管是不是在这个法定的竞选活动期间 当然这个在非竞选期间有涉及到汇选 还是照处理 那么同样的选报48条也并没有限制 只有在法定的竞选期间 所以我们认为NCC 因本就是在装睡 在装睡 装睡的人叫不醒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的对NCC 再次表达我们的抗议 那么同时我们认为 今天来到工广集团这里 华士是工广集团的龙头 包括工事 那么这对国家的民主建构 是非常不容易的 过去大家为了民主奋斗 就是希望的工广集团 能够广泛的让社会 这个很多弱势者 很多弱势的团体 那么很多这个没有能力发生的人 至少那么在这个弱势的发生上 那么工广集团可以扮演一个 社会这个柱肉扶强 帮助这些弱者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重要的机制 那么民主选举的公平报导 民主选举的公平邀请 那么是社会进步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们希望工广集团的龙头 华士应该带头 按照国际的标准 法国总统选举的标准 美国民主初选 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初选 也是所有候选人都给他们机会 那么去发声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在至少在第一阶段通通会给他们有机会去发声 所以我们认为华士代表公广集团 正式可以彰显整个台湾民主政治 往前迈步的一个标杆 那么包括澳门 包括香港也都是所有候选人 都是可以上去辩论的 所以从国际的这个案例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表达我们的抗议 也表达华士对华士期许 对公广集团期许 他们能够在这个事件里面 建立一个民主的标杆 让台湾的民主深化 从华士迈出一个公共平台 这个公共平台 让大家有一个平等参与 平等报道 平等辩论的一个机会 以上 好 宪法第七条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党派 宗教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结果我今天输入了 那个苏市长 市长获选人 那么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 公广集团 他只邀请了三位 市长候选人 一个是陈时中 一个是黄珊珊 还有蒋万安 那其他还有九个人呢 完全视他们于无物 这是公平的吗 这有他们有依法行政吗 我们的NCC有依法行政吗 NCC的主委 你的良心在哪里 你有根据你的良心 根据我们的法律来行政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这样的民主叫民主吗 这样的民主不是民主 是独裁 这是比蒋介石 统治台湾的时候还独裁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在21世纪 2022年 而且还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长的选举 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一起来我们希望 全台湾的民众 台北市民 一起来反映这个问题 要给政府压力 给这个不公不义的 执政党压力 给这些不公不义的官员压力 让所有的获选人 都能够公平的参与辩论 没有大小眼的问题 大小眼 这絕對不太 这一次台北市长辩论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那很多人其实对这事情没有感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 这一次 这12位台北市长参选人 谁没有缴150万 每一个都缴150万 你说蒋万安 黄珊珊 陈时中 跟我们书幻治缴的钱 书幻治的缴比较少吗 还是其他市长参选人的缴比较少吗 那为什么大家明明都缴一样的钱 可是却这种大小也这么明显 如果大家听不懂 就是你去餐厅点餐 你跟别人点一样的 结果人家来的是全部套餐 你来的没有汤没有甜点 被打折了 这样你会爽吗 没有人会爽吗 所以这个换到市场选举就是一样状况 大家来都是15万 缴的钱都一样 结果出来 就他们三个在玩 这样子我想没有人会爽 所以我觉得 公平是最基本的 大家缴的钱一样 该有的权利本来就该一样 不要在那边NCC跟找一个奇怪的学者 在那边擦脂抹粉 不要把人民当白痴 好不好 第二点 为什么我们现在政府要这样做 故意只让SAKA都出现 因为就我个人经验 像我们在士林北投区 大概只有2-3%人 甚至5%以下 讲比较宽一点 5%以下的人 会去看选举公报 其他95%可能都不会看 所以可能 这是我上次讲的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 有12位市长参选人 也不知道我们士林北投 有25位市议员参选人 是因为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都是已经偏颇了 所以 今天来到华市 首先 我还是要先赞赏一下华市 因为华市跟公市 虽然都是公广集团 但是他们在做法上差别 待遇很大 我觉得华市做的比较好 因为像我个人是 社会已经做6年 其中我们一个很关键的议题是 烟草减害跟电子烟 我跟大家报告 公市之前有本说要采访我 不管是有话好说 还是什么 那个 特派记者 很多都临时都出来取消了 但是华市的记者 他们很有价值 因为我讲的东西跟政府都是对作 但是华市就敢采访 所以我对于华市跟公市 我对华市印象比较好 所以这一次辩论 市长辩论事情 我也希望 华市可以带头示范 做出榜样 让我们的12位市长的参选人 都有公平辩论的机会 展现你们真的公广集团 真正的大器 以及对待我们所有市场参选人 跟市业参选人 都可以公平的对待 那我再给你 好好